本土疫情紧张 陈时中检讨现行的防疫战略 打算用社交距离APP取代实联制 APP也会主动告知 过去14天有没有接触过确诊者 指挥中心力推APP从600万人次 下载量冲高到1200万 不过专家认为现在疫情大爆发才推 恐怕根本来不及 社交距离APP要来取代实名制 我想这是原目求一的做法 在这波疫情已经扩散的情况下 这样子的作为其实效果是有限的 基本上是违法的 因为接触者并不具有传染力 他不需要被约束行动 蔡政府强推社交距离APP 更被质疑以疫情之名行监控之时 甚至也有立委担忧 APP内可能含有木马程式 不只会搜集使用者行踪 还可能看到手机资料有资安风险 到哪里去全都录 当然是侵犯个人隐私 作秀的成分大 每一件事情都假防疫之民 不断的扩大政府监控的力量 你就开放嘛 不要再搞这些劳民伤财 只是土地特定厂商的事情 我讲不会的 它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内政部挂保证没有资安疑虑 但采科技防疫却存在数位落差 因为年纪大的和小朋友 不是没手机就是不会用 专家说可以一周以快筛 书面签的啦 或者别人帮他签 另外一方式上就是给他们快筛 政府打算让实联制退闯 换用APP夸人 就怕百姓全被检视 记者正庄红尘鱼肉 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